現在外面有三十多度 為何穿大褲子還有這麼多人排隊 重要, 這裡是大學區 應該是晚上很安靜 只有這裡這麼旺, 有人 冷靜一點 我們這裡有專人為我們服務, 好嗎? 謝謝, 婷姐 你好 會幫我們逐樣逐樣下 現在在錄蝦 是 這裡的老闆很講究 他不可以任意妄為, 喜歡下什麼 他很注重下哪樣, 還有錄多久 所以有專人服侍我們 是 婷姐錄得很細心 婷姐幫我們錄東西的時候 我們先吃一些小吃吧 哪些是小吃? 拿片撈起 拿起來 拿起來 很爽 很爽 很鮮甜 很好, 你可以吃一些小吃 試試這個, 這個很搞笑 這是什麼? 黑色的鳳爪 是烏雞嗎? 不知道, 沒有洗澡吧 是烏雞 好, 可以了 你看 是否可以錄蝦?我想吃蝦 現在在錄 現在在錄 好, 有膏有焗 真的有很多膏 整個月餅裡面的蛋黃 很深色 很誇張 鮮橙色 很鮮甜 找到了… 很好吃吧? 它的膏有點硬 在旁邊有軟的蝦糕包著它 是 兩重口感的蝦糕 都有在一起 我要吃辣椅頭 這個蝦, 你看, 脹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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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脹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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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欠兩成, 不是煲到米變粥水 是煲到米開花 然後再撈起開花的米 用粥水來吃火鍋 秀儀姐, 為什麼叫別人去稿 對 還可以嗎 這是牛什麼肉? 是牛粒粒 牛肉很彈牙 很軟 它有三種口感 我覺得一咬下去, 油脂會爆出來 我沒想到原來這塊牛肉 會有這麼多油脂 之後再慢慢吃到白色的位置 會有多點咬口 這個很好吃, 而且牛味很重 重頭來了 我們煮完所有海鮮和肉 就可以加一堆材料 冬菇, 蝦皮, 還有果肉 腰肉, 腰柱, 還有呢 鹹蛋黃 鹹蛋黃 這個粥鮮甜得爆 吸收了海鮮味 很誇張 海鮮的鮮甜在粥裡面 連肉汁的味道 肉的鮮味 只有在裡面 兩種鮮的感覺 我人生第一次吃粥底火 我已經吃到天花板 已經回不了頭, 怎麼辦 當然, 人家必是磅 你也這麼容易上這個磅 我們剛才胡亂叫 沒有看價錢, 叫整枱都是 都是728元 我覺得這個份量 其實我們三個女生是吃不完的 可以叫多一個女生 然後我想脫下四元 大概是180元一個人左右 嘩… 這麼好嘶嘴 你看, 你在這邊 你知道嗎? 現在在深圳買東西真的很方便 就像這間超市一樣 有配送服務 只要你在手機應用程式下單 就會有專人在超市 幫你收拾… 收拾進袋子 再放在這條輸送帶上 就可以送到你手上 聽說三公里內 30分鐘就會送到 不過我們這些吃貨 當然要親身來到超市 尋視一下業務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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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大碟小龍蝦 有三種味道 有蒜蓉、香辣和十三香 十三香是什麼味道 應該是五香加了八香 你試十三香, 我試蒜蓉 十三香是什麼味道 真的很香 而且我一口咬下去 龍蝦膏也很多 好的 對, 是平時小龍蝦的味道 這條味道也是出色的 出色的 最重要是底, 到這個了 這個就是剛才的中塔海鮮拼盤 我想看看它是五十九元 下面是否全都是粉絲 有扇貝 有很多隻蝦 看我嘗嘗 還有青口、熟米 還有龍蝦 龍蝦鹽 很大塊, 我要一口咬下去了 我要一口咬下去了 很棒 然後再加蒜蓉和粉絲 加起來一起吃, 出色 我們試了這兩樣, 都是沒伏 很棒 五十九元, 這麼大盤 這裡一百元, 這麼大盤 三種味道有齊 很大盤, 超級高的, 沒伏 厲害 今天我們又有新發現 還在珠海的大學區 都讓我們找到好東西吃 你不是帶我去大學餐廳開餐吧 當然不是 我帶你去大學旁邊的 私房菜吃手工菜 很大碟, 很誇張 不如我們先嘗嘗這個 好 這個就是燒雞海鮮 它由一魚三食 變成羅斯蝦, 鮑魚, 貝類, 還有雞肉 當然還有魚 唯一不便是陳川粉 仍然在底部 海鮮的醬汁會滲進去 你看這個魚, 你不要看它那麼薄 其實它是由一條十多斤 很大條的黑環魚切出來 這些魚都是它們自己養的 要做這道菜的時候, 才會湯 而且我想說這個魚好像有一點入口即溶的感覺 你看看這個這麼大盤嗎 其實它只是小的 很香 但這個小的只是208 這個… 這個是虎瓜刺身撈起 裡面其實有很多配料 除了主角虎瓜之外 還有桶頭, 炸糊絲 然後你還看到有些花生 還有酸薑 這個也是重點 是麻醬, 加了一點芥末 來吧 1、2、3 好, 吃了… 其實它不是那麼苦 酸酸帶一點金, 我覺得很適合 吃下去, 虎瓜仍然有苦味 將來長大, 跟男朋友來吃這個 這樣才可以甘苦與共 好嗎? 好, 真是吃得甜的 然後我們來嘗嘗這個叫做拆魚羹 大家猜猜這些青BB的一條條是什麼 是什麼 是叫做檸檬葉 是切了絲的 這些一條條的就是絲瓜條 還有木耳絲 還有這條魚煎完之後 把魚骨拆掉, 再用魚肉去熬 我們就少許骨也吃不到了 沒錯 味道清清 檸檬葉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而且它真的不需要加很多調味料 因為魚鮮味很出 所以令到湯已經很清甜 這個就是江南白花雞 威神 它的樣子除了頭和四隻腳 都不是雞 對… 它的做法是超級繁複 它將雞起骨, 去掉肉 將雞肉和蝦膠剁在一起 釀在雞裡面 釀在蝦膠後, 把它蒸 蒸完切件, 再加玻璃 通常外面吃得很貴 我吃下去覺得好像在吃很多蝦餃 其實它表面還有炸過的鹽柱 然後皮有油脂 一咬下去, 雞油就會爆出來 重點是… 128元那麼便宜 這麼多工序都128元 對 黃金橙汁焗海鮮甜 橙汁… 沒錯 就是橙汁 酸酸甜甜的感覺 對, 直接吃 上面是甜薯炸成絲 嘗嘗嘗, 一口吃下去也好 我從來沒想過橙汁配鮮是可以配合的 我沒想過鮮配薯片 我沒想過這個 我沒想過 但我覺得它的味道 是完全像西嶺雞 裡面吃到魚的鮮味 還有魚的質感是爽的 可以西嶺鮮 你看它做得這麼漂亮 就知道它會貴一點 188元 但是吃到海鮮 千層魚火鍋 它用了四至五斤的橙魚 再用刀工去起魚骨 造成毛骨魚的狀態 就是你吃多少就剪多少 然後再用湯去灼熟它 不如大家猜猜這個魚有多少錢 這麼大條魚 二百多元? 這麼大一百多元? 是238元 超便宜 超便宜 來, 吃得了 對… 要蘸一下它的避製辣醬 魚很清甜 整件事交換一起 就是用魚湯來煮魚 很濃 你們猜猜, 今餐多少錢? 是865元 除了大家是… 每人216元 即是二百多元就完成 所以我們要吃光了, 知道嗎 嗯… 我正在學騎馬, 麻煩你, 姐姐 我正在學騎馬 會不會是你阻礙我 馬仔, 真辛苦你了 你主人這幾馬每天都吃火鍋 重了不少 你揹著它, 一定很辛苦 那些火鍋你也有份打的 你吃少一點, 你吃那麼多 說完了嗎? 超時就補水了 馬仔很聰明 馬仔正在教我騎馬 這件事很神奇 其實也有點害怕 走 真的有走慢 剛剛上馬的時候 也有點害怕 因為怕控制不了它 但之後還可以 剛才學了很多東西 要怎麼走快點 要怎麼走慢點 剛才我這樣, 它真的會走快點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剛才一直帶著我學 然後我每次都是跟著它的節奏 教練就叫我要把盆骨推… 它就越來越快 我平時還會做瑜伽 原來騎馬也挺難的 要很靠平衡力 要跟馬的節奏 所以你要跟馬仔溝通得很好 而且幸好它很乖 在這裡學騎馬入會比較花船 會值年費人民幣一萬二千八百元 之後每堂三百五十元一小時 比香港價錢便宜很多 還省回輪候入會時間 說學就可以學了 晴晴, 我們每個星期 都可以離奇馬 然後又找吃東西 一邊吃, 一邊減肥… 挺好 跟他們玩了這麼久 我已經有點餓了 馬仔, 這些蘿蔔給你吃吧 我們先吃東西吧 他很開心 很開心 我會想說 這個物質太多好 你不想先來 看我 有空中心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有空中心 我會想說 你不想去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